来准备 5 4 3 2 1 非常好 各位老师上车之后不要动 由我来 由我来跟大家要一下数据 F7的老师能报案您的数据吗 F7 F7 5.97 5.97 Hello大家好 我是朱力神 那又带大家来体验新车了 体验的是谁呢 那就是我身后的 F7的后驱版车型 今天我们来到了一片 风靡的场地 来看看这款车 它的加速表现和操控表现 究竟如何 F7 F7是一款 已于三月上市的 纯电中大新轿车 潜于五个配置 指导价区间22.99至30.19万元 拥有双电机驱动的性能Pro版 官方加速用时3.7秒 不过相信对于大部分用户来说 价格更低 续航也更长的 后驱单电机版本 关注度更高 至于单电机版的加速表现究竟如何 今天就来试试它 单电机版的F7 拥有两个续航版本 长续航版 CLTC循环工矿下 拥有666公里的续航里程 官方公布的加速用时为5.7秒 6秒内的加速用时 在这个领域当中 算是相当优秀的了 不过今天上海迎来了一轮高温 郊阳之下 地面温度远远超过30度 再加上不断测试之后 造成的电量下降 能否达到官方成绩 恐怕还是挺艰难的吧 第一个体验项目 便来到了百公里加速 来吧 让我们来看看它的表现吧 来 准备 5 4 3 2 1 非常好 各位老师上车之后 都要做完 由我来跟大家要一下数据 F7的老师能报案您的数据吗 F7 F7 5.97 5.97 首轮的加速用时为5.97秒 并且是在高温加电池电量 78%的情况下做出的 这个成绩还是挺让人满意的 加速过程中 还有多辆竞品车型参与测试 相比之下 非凡F7的提速积极性更强 并且在相同气候环境下 它也拥有更短的加速用时 经过多轮比拼之后 最终的最快成绩对比如下 接下来利用封闭场地内的生余空间 我们还体验了一把 简单的绕装和铺装道路驾驶体验 在场地内的绕装过程中 非凡F7的底盘质感 给人感觉还是挺厚重的 过弯时侧型很小 无论是车外观察 还是坐在车内体验 都感受不到明显的姿态变化 三幅式方向盘造型很好看 尺寸嘛 我个人觉得有一丢丢大 不过转动起来还是相当轻松的 操控灵活又有趣 在通过一些连续细碎的颠簸道路时 体感上依然能够体会到 底盘对于路感还是有所保留的 官方说这是为了让它 为驾驶者带来一些驾驶乐趣和运动感 不过作为一款重大型轿车 我觉得如果能将底盘调校 再向舒适性方面做些倾斜 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嘛 毕竟这个级别的用户 对于舒适性方面的需求更大 虽然它只是一个单点机的后驱版本 但是刚才那个成绩 是否有震惊到你呢 我觉得在整个架空的过程当中 它给我的那种跃感 真的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 你是否也想体验跟我一样的快乐的 那就来试试吧 好了今天体验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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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